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奴婢 哪有什么委屈 九州万方 卷在柱子一个人的肩上 护着这个 还要护那个 柱子才是最委屈的呢 柱子 当家三年狗也闲啊 宫里的家 朕一直让你在当 有好些事 你也是在替朕收购 浙江重审正比昌和貌财的供辞 早点送进宫了 朕原本是不想拆看 踏了一挂 竟得了个钱挂 圆亨利贞 上商大吉 供辞就在岸上 你也看看吧 是 戴上吧 看完 看完再说 白星家常说的一句话 帮忙 帮忙 越帮越忙 第一次呈上来的供辞 你不给朕看 瞒着朕 跑去找严颂 找徐杰 还捧上了一坛四十年的陈酿 去劝酒 这杯酒也是你能劝得的 不用忙着下跪 截着看完 是 当时听到你去劝酒 朕就想起了太祖高皇帝 燕饮功臣的时候说的两句话 知道太祖爷当时说的两句什么话吗 奴婢不知道 请主的赐教 你不知道 可颜孙跟徐杰他们知道 两个大学士 太祖实录他们不知已经读了多少遍了 早就烂熟在肚子里了 端起酒杯的时候 早就想起了太祖高皇帝说的那两句话 你不能发佑 金杯供如银 白刃不相饶 有些家你能替朕当 有些家 朕交给了严松和徐杰他们去当 可大明朝最后的家还得朕来当 你去劝酒他们必然猜想是朕的意思 美酒在前 白人在后 他们能不想办法对付吗 朕的说的是 我狗在东南闹 达达在北面闹 国库又是空的 现在你打回去的共状不但一字未改 又送了回来 还添上了征笔昌和帽财翻供的供词 又添上了对付翻供的供词 朕和郑炎毁地烟天私放倭寇 探墨国塘民财都翻出来了 有辜的无辜的牵涉了那么多人 这个时候你叫朕举起白刃 杀谁是好 能必无知 犯了大计 闯了大户 甘不胜诛 跟朕这么多年了 这次见朕丝